嗨,大家好,我是小梦,欢迎后一起读书,今天想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洛克菲勒写给儿子的三十八封信,作者洛克菲勒,翻译,梁珍珍,第十八封,信念最可贵。 亲爱的约翰,你的想法没错,奇迹的确要靠雄才大略的智慧才能够实现,但是在现实生活中,能够创造奇迹的人可谓凤毛麟角,大多人最终都会成为平庸之北。 值得思考的是,每个人都想有所成就,都想得到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,每个人都希望不用巴结任何人,就可以将自己的日子过得丰富多彩。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有才华,而且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就能够实现的。 难道我们果真没有雄才大略吗?事实并非如此。 在圣经里面就已经有所记载,最实用的成功智慧就是坚定不移的信心,足可移山。 然而为什么还会出现如此多的失败者呢? 那就是因为,真正相信自己拥有这种智慧的人太少,因此很多人就懒于去做。 很多人都觉得圣经中的那句话纯属胡扯,根本行不通。 我认为这些自暴自弃的人通常会犯一个共同的错误,就是他们将信心错当成希望。 的确如此,我们是无法用希望移动眼前的高山,无法用希望顺利获得成功,也无法用希望去拥有荣华富贵。 然而信心却可以帮助我们移动眼前的山丘,也就是说,只要相信,我们就能成功。 在你看来,也许我过于绝对,无限夸大了信心的威力,其实不然。 信心会产生我确实能做到的态度,然后这种态度就能够创造出相应的技巧和能力。 当你认为我能做到时,自然就会去思考解决的方法,那么也就离成功不远了。 这就是信心的厉害之处。 任何人都希望有一天能够功成名就,享受成功的果实和喜悦。 然而大多数人都缺乏这样的信心和决心,所以最终也无法到达最高阶层。 他们不相信自己能够到达顶层,所以也就不去寻找到达顶层的方法,因此水平也就无法提升,一直碌碌无为。 然而有那么一小部分人坚信他们,总有一天会成功。 于是抱着我就要登上巅峰的心态来积极工作,然后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,最终靠着坚定的信心和毅力达到了最顶层。 我就是这么一小部分人中的一个,在我还很穷的时候,我就坚信,自己总有一天会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人。 正是这种自信激励着我,却想尽各种办法来达到顶峰。 最终我成功到达了石油王国的顶端。 我不认为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是对的,因为我只相信信心是成功之父。 任何伟大的事业、书籍、剧本和科学创新等的前提,都是因为人们相信会有一个成功的结局。 相信会成功,是那些成功人士所必备的素养。 然而失败者却恰恰缺少了这一项。 我曾和很多生意失败的人交谈,从他们口中会听到各种借口和失败的理由。 在谈话的时候,他们会不经意地说,说实话,我认为他行不通。 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感觉不太对。 实际上这件事失败也在我的意料之中。 抱着这种我试试看,但我觉得不会成功的心态来做事,就一定会失败。 因为这种不信是十分消极的念头,它会给你提供一万个理由来证明你心中的疑惑,而这些疑惑就是你不信的理由。 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不自信,潜意识里觉得要失败,认为不可能成功等等。 心中有疑虑就肯定不会成功,而心中有信念就一定会成功。 信心的大小和成就的大小成正比,那些混日子碌碌无为的人, 会认为自己干不成什么大事,所以他们只能获得很少的劳动报酬来糊口。 他们认为自己干不成大事,结果就真的碌碌无为。 他们认为自己不重要,结果他们做的任何事情都会被人忽视。 长此一往,他们连日常的言行举止都会显得十分自卑。 假如他们一直不自信,就会对自己的评价越来越低,直到最后觉得自己一文不值,而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也会影响到别人对他们的看法。 久而久之,他们只会被众人忽视和鄙夷。 那些积极乐观,敢于拼搏的人,坚信自己有更大的价值,于是他们获得了更高的酬劳。 他们坚信自己能够胜任困难,结果就真的做到了。 他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,所显示出来的风度,谈吐,思想和接人待物的方式,都让人觉得他非常优秀,绝对有实力能够出色地完成这件事情。 信心就是能够不断鼓舞和激励着我,让我正视生活和理想,让我不断追逐自己的梦想,并为之不懈努力。 无论在什么时候,我都会保持自己的信心。 我绝不让失败的念头占据我的思想。 当我遇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,我会告诉自己,我会赢,我绝对不会输。 当我与别人竞争的时候,我会告诉自己,我跟他们一样好,我和他们一样优秀。 当机遇出现的时候,我会告诉自己,我能做到。 在通往成功的路上,每个人首先经历的,且必须经历的第一个步骤,就是要对自己有信心,相信自己肯定会成功。 要让我会成功这种积极的态度和想法,来支配你的思想和决定。 成功的信念会使你更加自信地去制定获得成功的计划,而失败的想法所起到的作用则恰好相反。 只要这种念头一滋生,失败的可能性就很大。 我时不时地提醒自己,你比你想象中的还要优秀。 成功人士并不是超人,他们没有超乎寻常的智力和运气,也没有什么独特的方式和方法。 成功人士只是对自己非常有信心,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个能做大事的不平凡的人,并且绝对不会,也永远不会低价贱卖自己。 每个人的思想决定了他取得的成果,假如你的目标比较小,那么成果也微乎其微,而你的目标伟大才可能赢得巨大的成功。 而伟大的创意,比起小创意而言,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艰难。 在商业、写作、演戏或者是其他领域取得了一定成绩的人,都是一些善于自我规划、踏实肯干、有着坚定信念的人。 他们所奉行的长期持久的自我发展与成长的计划,使得他们的人生有了一系列的辉煌。 受到家人的尊重和崇拜,受到朋友和同事的羡慕与赞美,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,认可自己的能力,成为行业的佼佼者。 约翰,值得我们用一生去思考和追求的人生终极目标,就是成功,因此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正确而积极的信念,爱你的父亲。